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两个人都很少见面 但彼此之间都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李现在凌晨五时分发了一个祝福 那就意味着06是一个新的起点 很有趣 杨子和乔欣在欢乐颂中的合作 很快就成了朋友 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平时也会互相帮忙 乔欣卡点了杨子的生日 两人应该都会在一起 不着急拍照 朋友之间的友情和男生之间的友情 那就不一样了 在甜言蜜语 也不会让人怀疑 但是 当情侣们表现出亲密的时候 就会被编造出更多的剧情 乔欣已经连续五年为杨子庆祝生日了 两人都是相互的 相互祝贺 杨子三十多岁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她正在为贾玲拍摄一部新电影 她的IP地址是广州 她的角色很有可能是北京 刘学义大杨子两年 两人曾经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经常一起工作 对对方非常了解 杨子的生日 本来就会上热搜榜 无论是李献宋的生日贺卡 或是张一山的贺卡 都会上热搜榜 刘学义要是给她发个祝福 肯定也会上热搜榜 不过这次刘学义并没有给杨子过寿 IP地址在山东 估计正在拍摄 杨子在北京 刘学义肯定也会给她打个祝贺 从两人的交集来看 两人应该是好朋友 说不定会发展到恋爱关系 不少男明星都说 杨子性格开朗 两人在一起表演的时候 氛围也很好 大家都是好朋友 而不是恋人 问题就是喜欢杨子 如果她再像一个女孩子一样 那么 追求她的人一定会更多